- 各位同學們好,歡迎收聽本期的小鹿實戰talk,我是小鹿Louis 今天的直播內容來跟同學們分享的主題就是 - 倒蟲破位了,風險意識請你拉高 在本週的行情來講的話,我們應該都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本週三、本週四的時候,美國的聯準會主席鮑威爾前往了國會進行聽證 同時也發表了對於未來的利率的一些展望跟一些想法 那在這一次的一個利率展望的一個談話當中 其實鮑威爾難得展現了相對鷹派的言論 也就是他在這一次的一個聽證內容當中啊 他表達說,認為接下來可能一次性的升息兩碼不無可能 甚至它是一個相對合適的一個狀況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聯準會的主席他發現了 欸,經濟好像也沒有因為升息而衰退 而他也遇到了通貨膨脹有點頑固抵抗的狀況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當然就去思考啊 那我只要積極一點升息就好啦 把通膨快速的壓下來才是聯準會的存在目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一個情緒 讓本週四本週五的全球股市尤其是美股的部分 出現了明顯的回跌跟下殺的狀況 也導致了道琼指數向下破位 行情空頭難道要開始展開他的發動力道了嗎? 會在小鹿今天的實戰talk來帶同學們一起探看囉! 首先我們現在聊聊第一件事情就是道琼指數的破位 它到底對於指數,對於行情來說有什麼樣的代表性的意義 如果你去回顧一下近期的美國股市 美股最強悍的指數是哪一個? 最強悍的指數肯定就是道琼指數 道琼指數是全部的美股指數當中 唯一一個近期還站在年限之上的 其他大部分的都是站在年限之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相對位階的一個方式 來去辨識最強勢的美國股市到底是哪一個? 答案當然就是道琼指數 而這個最強勢的道琼指數在今年的 應該說去年的11月12月 來到了相對高點33000、34000之後 就進行了整整有一季的一個盤整 這一季的盤整當中 行情上下洗刷都沒有明確的趨勢方向 也連帶的把很多的均線都拉成一個水平的狀況 也就是一個震盪整理盤整的格局 而就在本週四3月9號的晚間 美國股票市場的道琼指數 它正式的往下跌破了前面的低點 創下了最近三到四個月以來的新低 而這個破位的行情 如果你有學過艾瑞特波浪理論 你應該就知道一個好的多頭行情 他是不是要履創新高 對吧?他才是一個好的多頭 健康的多頭 那一個健康的空頭 他會是什麼樣的樣貌? 當然就是持續的破低 持續的破底 而這個破底的訊號本身就是驅動行情 展開空頭行情的一個重要趨勢點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行情 道琼真的破底了 那這個破底就引發了市場的擔心 因為你如果仔細去思考的話 他創了三四個月以來新低 也就是說這三四個月以來 你有買過道琼指數相關成分股 或者是你有買道琼指數的投資者 你全部都是套牢的 那既然全部都是套牢的 而且套牢的量大概有三四個月之多 當然就會引發市場的賣壓 因為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 不太對勁了 破底了 行情空頭可能被驅散開來了 所以這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拼命的想要逃命 那拼命的想要逃命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恐慌情緒就出現了 恐慌的那個情緒的氛圍就出現了 所以在週四破底的時候 市場就開始有這樣的氛圍渲染出來 連帶影響到週五台北股市的表現 台股也跌了一兩百點 盤中也跌一兩百點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行情的破位 確實引發市場的情緒恐慌 我們的風險意識自然要拉高 除了破位之外 我想跟同學們更加去細節談到的 其實就是你如果把均線拉入進來 這個盤面做同步的觀察 你才會更加的恐懼 你才會更加的謹慎 為什麼呢 小鹿之前在YouTube曾經拍過一支 SOP標準化作業流程的均線戰法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一下 在那部影片當中 我跟同學介紹了 你在看盤的時候 你可以去使用所謂的10條ribbon均線 什麼叫10條ribbon均線呢 也就是說在盤面上我架了10條的均線 而這10條均線我把它分成兩種集團 一個叫短期集團 也就是我想看比較短線投機者的平均成本 還有趨勢方向 我用的參數就是4天的 7天的 11 14 還有17天的 總共這5條 你會發現 對耶小鹿的參數好像都比較短 沒有錯 他就是要拿來幫我辨識相對短期的一些 交易成本跟趨勢方向 也就是投機者的思維 會用這5條均線來做代表 另外一個則是長期集團的部分 我用的參數值就比較大 30 35 40 45 還有50 總共這5條均線 拿來幫我辨識投資者的觀點 投資者的平均成本 那有了這兩個集團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去在圖表上來做分析 例如我可以看到短期的投機者 他現在的情緒是什麼 長期的投資者 他目前的成本在哪裡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如果你在道雄指數的日線級別圖上面 你把這10條均線全部添加上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什麼恐怖的事情呢 在周四破底的那一根K棒上 你眼睛往上對上去 你會發現 不論是短期集團的5條均線 或者是長期集團的5條均線 這總共有10條均線 全部都是下彎的 全部都是下彎的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現在 不論你是短期的投機者 還是長期的投資者 都告訴你現在行情不妙 現在行情是有機會 向下去進行一個跌破的 所以這個訊號再搭配破底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強勢的空方的一個交易的訊號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股市以道雄指數來說 風險大幅的增溫 風險真的大幅的增溫了 所以你的風險意識一定要拉高 包含像是你的停水一定要做好 包含像是你的一個資金控管一定要做好 這是在這一段行情開始有轉弱風險時 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會不會被騙 會不會來個假跌破 這個沒有人知道 但至少就目前來看 他就是要提高風險意識的 他就是必須提高風險意識的時間點 跟同學們來做一下小小的提醒 最後跟同學分享到的是 我們在操作上一定要順勢而為 要嚴格控制風險 因為在道雄指數破位 加上10條均線全數下彎 這個格局之下 你就要知道 道雄可能會展開波段下跌 而且這個機率是不小的 這個機率是不小的 所以如果美股真的往下錯的話 台股會不會受影響 台股肯定會受影響 如果受到影響的話 台股原先的一個震盪短中期 多頭格局會不會被擊破 有可能會被擊破 有可能會被擊破 如果再搭配一個台股破近期的低點 當然台股也會迎來風險極大的操作機會 風險極大的操作機會 什麼樣的操作機會 空單的操作機會 但是多單來講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在行情目前看起來 有一些震盪不明 甚至道雄已經開始有些破位的狀況 他給我們的啟示就是 你必須把皮繃緊一點 風險可能要來了 風險可能要來了 那本週五晚上 美國會公布非農就業人口數據 讓聯準會主席知道 現在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到底如何 是穩健的勞動力市場 還是勞動力還是有點疲弱 還是他勞動力有什麼樣的變化 聯準會會根據這個數據 來調整他的利率決策 同時下週二你也不要忘記了 美國也要公布他的消費者物價值數 CPI 物價這麼頑固 到底會繼續下滑 還是可以給你反彈上來 都會讓聯準會主席 去調整他的利率決策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關注線圖 留意風險提升 同時看一下 非農跟CPI的數據 對於我們有什麼重要的指引 這樣子就是近期應對行情時 我覺得可以去採用的思路 當然你想要更加系統化去操作的話 你直接用10條均線 來幫你辨識趨勢方向 還是一個相當有效率的做法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去操作 或你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 像是小鹿台股時代的APP 可以幫你去選出 具備有特定優異亮點的好公司 比較他的相對位階 以及評估他的股價強弱程度 以此來作為你在操作時的一個參考跟標準 希望今天的內容有幫助到大家 那麼我們就下集內容再見囉 拜拜